在圣诞季节的孔习高峰期 汽车撞入事故当地时间下午4点半 发生在墨尔本市中心 也就是弗林德斯街火车站的进出口处 一辆白色运动型多用涂车 以时速100公里冲撞人群 路人向打保龄球般当场撞飞 警察在场面中有两个人 在这段階段我们有14人死亡 在这段階段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行业 我可以重复一下吗 在这段階段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行业 但是我们不知的目的 而是在早期的证据 警方表示漏网者包括赵霍斯基 至于伤者当中包括一名头部重伤的幼童